《笑傲江湖》 还有那句熟悉的台词 《日出东方,为我不败》 林奇侠的《东方不败》 可谓是演得出神如画 一席轰衣,妩媚动人 敢爱敢恨,气场十足 可以说这个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 而李连杰的令狐冲也是潇洒帅气 刚猛十足 李连杰虽然没有原著中所说的玉面博纯 但鹦鹉豪漫,侠气冲天 经典总是会被不断的翻拍 与第一版《笑傲江湖》相隔四十年的今天 又上映了一部《新笑傲江湖》 后半评分高达2.5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评分还会继续下降 因为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 光从选角上就不难看出导演的放荡不羁 青城派的掌门人于沧海竟然是个日本人 我真的想不明白导演 为什么非要找一个日本人来演一个中国的道士 好好的一个道士 硬是让你给整成了日本武士 这也就算了 难道花钱请个配音很难吗 你能想象一个满嘴泰军枪的道士 整天吵着要夺辟邪剑谱 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口型还对不上 虽然说导演和演员都没有什么名气 但我非常佩服你们的想象力 剧情一开始 众人因为东方不败的葵花包点太过强大 事实上能与之抗衡的就只有辟邪剑谱 所以众人为争夺辟邪剑谱 就开始对福威标局大打出手 那请问 既然辟邪剑谱这么强 那为什么早已练成了林总标头 会那么轻易的被你们打死呢 不过后来我就明白了 原来这里边所谓的东方不败 也是菜的跟小学生一样 东方不败 去救蓝凤凰的时候被众人击成重伤 而他使用的招数是不是葵花包点 我倒不清楚 他看着却很像是丐帮的最逍遥 还有这部剧拍摄的角度 只刁钻让你难以想象 比如第一集中令狐冲验尸 用一个小刀在尸体上割开了一个口 下一个镜头 竟然就从割开的伤口中看到了令狐冲 请问导演 你这是让摄影师钻进去拍的吗 难道你就不觉得从割开的伤口中 看到外边的人会很奇怪吗 但你以为这是高潮吗 不 紧接着令狐冲说死者可能死于崔心掌 然后就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 一个人用手拍了下西瓜 然后一刀切开 里边的西瓜就都化成了水 你想表达崔心掌的功能 这道理我都懂 可以你这莫名其妙的就拍个西瓜 也太随性了吧 随后复位标局惨刀灭门 青城派的掌门人于沧海在一旁观战 让自己的儿子跟令狐冲单挑 但不料却被令狐冲杀死 虽然是江湖规矩 讲究单挑 这道理我也懂 但你们都面人满门了 还这么讲江湖规矩 如果你俩一起上 你儿子恐怕也不会死了吧 其实 这可我也能接受 但揭开你儿子面纱的那一刻 我就惊呆了 你这儿子长得也太着急了吧 最后林总标头拼死抱着于沧海 让令狐冲逃跑 而于沧海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还是拿到了墙上插着的武器 一箭插死了林标头 我很想问导演 身为碎心掌的他 为什么不一掌拍死林标头 你莫不是想让我的智商 打着滚的往下翻 然后第二集开始的时候 我去洗手间洗了下眼睛 但当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一只大蛇缠绕在令狐冲身上 最后令狐冲反将大蛇咬死 紧接着我就很慌张的看了下片名 嗯 还是心笑江湖没有错 不过难道这不是射雕英雄传的剧情吗 导演 如果按照这个尿性发展下去 等会令狐冲是不是就能起上大雕了 第三季林平之为了摆脱松山派的控制 假意去拉屎 导演还很认真的配了个音 这让一边吃午饭一边看的 我就显得很尴尬 挑到嘴里面的面条 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我想说导演 如果您能把这份认真 多用在看看原著上面 也就不会拍成这个尿性了 饭我就不吃了 记得下次陪我 还有此剧 绝对是BGM最魔性的电视剧之一 听着你那魔性的BGM 甚至让我想起了 葫芦娃里面 谈之入司的那个老妖怪 不得不说的是 导演你这打戏 拍的也太随性了 我打赌喜洋洋的动作都比你流畅 还有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打戏非要跳来跳去 像是在玩蹦蹦床 而且你们还玩的不亦乐乎 咱们花钱调个威亚 真的很难嘛 还有此剧的Bug 也是非常的随性 比如桃谷六仙变四仙 岳不群不剪逼毛 令狐冲有头皮屑 各派掌门 外加东方不外 一个个菜的 还没有小学生厉害 只有在嘴顿的时候 才有想象的空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我直言 我还不如去听有声小说 蓝凤凰秒变 印度瑜伽高手 躲在罐子里看 于桑海用崔心掌 击打王源霸的心门要害 而实际上 打的却是王源霸的批九度 就你这个位置 再往下一点 恐怕就要叫崔机掌了 还有五虾片逃跑 从来不用擎公飞 要跳到水里边游泳跑 唉 看来花钱调个威亚 真的很难 就这部五虾片 绝对是我看过 最震撼的五虾片之一 好了 本期的导演频道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